樓上不是我們 那是誰 是那個 那個子龍 超平常的 我們那邊是那個 家豪他們 因為我們剛剛好像在吵架 蛤? 你跟家豪吵架 沒有我跟 一開始認真在吵 後來在 後來在亂玩 我們在討論說 如果你跟一個人講過話 然後說個晚安晚安 拜拜拜拜 之後 能不能馬上掛掉 可以啊 這個有什麼好吵 這個有什麼好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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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玩啊 玩啊 有個壞心要等對方掛電話 要對方不掛電話 就拉扯那邊等都掛電話 對不對 為什麼講完晚安 然後我們會講拜拜 玩完晚安 然後拜拜拜拜 啊 如果講完晚安就可以掛了嗎 沒有要講拜拜 然後 要講那個 找到了不是掛了嗎 沒有 要先晚安 然後晚安 拜拜 拜拜 然後 我就覺得不行啊 為什麼 我就覺得不行啊 為什麼 然後 後來呢 互丟內衣 好 回來了 好 在遺傳中的這邊 我們是因為 從這個優生學 上 就知道我們 對基因 越來越有概念的時候 我們想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去組合成一個 我們想要的基因 可以 好 那科學要做這個研究 恐龍化石 對 對 所以有看那個 看那個那個BBS 他在講那個 恐龍啊 他說 現在來不見 那個拍的真棒 那個以前 蘇羅 蘇羅技拍的多好 蘇羅 廢話 他是用真的恐龍拍當好 蛤 然後結果有人講說 真的嗎 真的恐龍廢話 那當然是真的恐龍啊 真的 你不知道現在遺傳基因 那個基因工程學 應該說要把真的恐龍做出來 但是應該就做出來 對 然後用針筒去拍才拍 那是真的 然後騙子 湊過 確實騙子 沒有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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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科學要一直 有這樣的一個 好奇心 他們想把 QQ恐龍啊 蠻蠻香啊 這些把它 拋不出來 目前 目前 還沒做出來 他不是說什麼青蛙的 離人類去那個 沒有那是 那是一種說法 這老鼠啊 他們真的都 鼻鼻類 養氣類啊 對 這群牛 他說 taki 蠻蠻香蠟 哈哈 那是長蠻香蠻香蠻香蠻子 的 對 但是HI 那你不是說長蠻香蠻 就跟老鼠好像太一樣 還有三 Ans呀 每兩大五 1 我們跟目前來講,就是這裡已經在做了 那目前還有一些研究 有沒有可能讓植物的DNA直接可以生產 改變它的DNA就讓它可以生產 譬如說像甲瓣,譬如說像甲醇這些東西 那你做出來之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拿來當汽油來用 這是植醇跟甲瓣,在上面這邊 172葉的地方 你會再亮一點點 你會再亮一點點 亮一點點的 這樣比較好 這樣比較好 所以這是一種 在做的一些基因改造 在植物上面 那像目前比較看到的植物改造 還有抗蟲派的 或者是抗汗的 然後目前像大豆啦,像玉米啊 都有做這些事情 那很多人說基因改造食物不能吃 為什麼不能吃 因為它的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就不能吃 因為它基因改造 草莓目前 聽說,那叫做育種 我們叫做基因改造 不是啊,我跟 假設我這樣有聰明一個人生小孩 你不是聰明一個人,你是醜人 假如我早上就這樣也完全相反的 人生小孩 那這樣的話 我每一代每一代都會 就是會慢慢變得更優秀 你要相信嗎 好 所以那個不是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域總就是說,譬如他們會找 基於啊 基於就是 金魚 你知道我們現在看到金魚啊 小的金魚 小金魚 它是用那種基於 基於育種出來的 基於啊 基於啊 基於是在清朝的時候就育種出來的 對對對,它很少 那當然可以在...那個嗎 可以在... 可以在... 這個叫基於 基於是這個演化出來的啊 對,它去... 不是演化,它是人為的育種 然後我要看一下金魚 它怎麼長得這麼醜啊 基於有嗎 這叫雪兒魚 這不是雪兒啦 這雪兒很大 這哪裡像啊 你看像這個 這個金魚就是很像啊 看剛剛那個基於 然後再看剛剛那個基於 然後再看剛剛那個基於 再看剛剛那個基於 你夠了嗎 欸,老師很奇怪 為什麼要來 切碗螢幕啊 你看那個... 那個... 基於 基於 有一次那個... 真的有一點像這樣 這個是雞娃娃演化過去的 雞娃娃演化過去 那其實... 一樣是慢慢演化 聽我講吧 卡到了是不是 那我把它...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基於那種水池 是不是也比較高啊 對,現在基於其實很多那個... 像宜蘭很多水池 事實上有些基於 或不過魚嗎 那...像這些... 台灣雕 所以基本上是... 這不台灣... 福壽魚 福壽魚是台灣雕 福壽魚 福壽魚 我不知道 吃福壽龍 不是吃福壽龍 老人家福壽 對,福壽魚 福壽魚 我以為不是叫台灣雕嗎 對,它就吃福壽魚啊 不覺得魚都長得一樣嗎 鯊魚跟... 不是那些鯊魚跟鯊魚 鯊魚跟鯊魚長得不一樣嗎 鯊魚跟鯊魚長得不一樣嗎 那是那個什麼... 這是福壽魚 福壽魚跟鯊魚長得不一樣 吳鯊魚跟鯊魚長得一樣嗎 長得不一樣啊 長得不一樣啊 那是鯊魚 他沒有玩路啊 我還沒看到他應該有條文 他有條文 這是鯊魚啊 鯊魚長... 鯊魚長得... 對,鯊魚長得不軟 他長螺旋 鯊魚是軟 對啊 他長螺旋 因為鯊魚不是鯊魚嗎 所以他是生鯊魚 鯊魚不是胚胎在褲子裡面長大 鯊魚吃掉嗎 鯊魚是軟胎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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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鯊魚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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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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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在海中出貌嗎? 不會,他就鯊魚是軟胎生 只要一隻鯊魚出來,他就把其他的軟當作食物 OK,好 基本上鯊魚牠們在生殖的時候會有一些顏色比較鮮豔 比較亮一點,像這樣的黃色,黃綠色 然後牠們就把顏色比較特別的再找出來綠色 譬如這一隻生出來,有些顏色比較深黑色 黑色不要,顏色比較鮮豔的,找黃綠種 交配完之後就生出更多鮮豔的顏色 再把顏色不鮮豔再踢掉 再把顏色先留下來,再綠種 不會變笨嗎? 人這樣靜靜不用變笨嗎? 不是,魚不用再這樣會變笨嗎? 魚不是只有10秒鐘記憶 7秒鐘記憶 那Short Time Memory 那這樣子可能搞不好倒後來就變疫苗 那牠的漂亮也無所謂啊 變疫苗還是不一樣 牠很容易忘記事情,就是鯨魚 好可愛喔 牠轉換成比較像,比較金喔 這是黃色的 那在轉換的過程 那所以說,其實牠有這種基因啦 牠本身有那個顏色的基因 那你慢慢育種育種,牠完全全化之後 牠就變成生出來,就容易是 都是鯨魚,金色的 那你說鯨魚會不會生出黑色的? 會喔,鯨魚還是會生出原來的基因的樣子 因為牠還是保養那個黑色的基因 還是有齁 那慢慢,你說 這邊有一個鯨魚的寶風 那怎麼長出來的? 那一樣也是一種啊 我把牠養成那麼小 我覺得那個很漂亮 現在美國他們現在有一個狀況 就是很多鯨魚啊 因為早期他們認為說鯨魚是 因為中國人清朝都養出鯨魚嘛 送到美國去,他們認為說 這是一個財富的象徵嘛 那所以他們就拿這個當禮物 可是,事實上養鯨魚 可能不太會養啊 會死掉或怎麼樣 那他們就直接丟到 有一層馬桶丟進去 就排到河裡面去 現在變成泛濫了 現在聽說在美國造成大嚴重的泛濫 因為 鯨魚一樣在水盒裡面 牠長不大,小小的很可愛 那排到河裡面去 那到河裡面就可以長到 長這麼大 那不會是鯨啊 對啊,也可以長大 不會是鯨啊 然後他就長大 怎樣 這種體型,牠長那麼大 應該不是像這種的啦 可能是比較像是像這種的 牠就比較像鯨魚 對啊,或者是我們剛剛鯨魚 牠會變鯨魚 不會變鯨魚啊 鯨魚還是鯨魚啊 像這隻鯨魚啊 牠長大 牠就慢慢的會 牠還是會長大 牠還是會長大 還好嗎 可以啊 好好好 沒有 沒有 所以這是動物,牠在做那個 這叫做 玉種 跟那個基因改造不一樣 那目前在動物做基因改造的部分 比較像是 牠長玉種子 玉種子 植物 植物的種子 OK 好 所以像 像我們剛剛講到說那個 這九號也換了 我們都想到說那個 玉米跟大豆 事實上現在馬來西亞人 有些基因改造了 像這些改造了 為什麼不好 為什麼不能改造 因為他 有個笑話說 有個笑話說 啊那個 我兒子呢 我們覺得就是 基因改造食物真的不能吃 吃多了嗎 基因會變 我兒子 變就沒有基因 那基因改造食物真的不能吃多了 我老婆告訴我 我老婆很聰明 我小看 沒有聽懂 我老婆覺得基因改造食物就是不 我老婆覺得基因改造食物就是不 現在那樣不夠 因為是 老婆覺得基因食物改造就是不 基因食物是太多了 對 我小胖 我智障想不好 沒有不然 好所以那個 你還不弄啦 那 沒有很小聲啊 因為你智障 欸 那時候我很聰明的 沒有 好 你幫他弄到什麼 所以你在這個動物上的運用 我們有時候會把雞 是某位聰明的 聰明才智 他越聰明就越大 你一直放在主手嗎 快點 現在上課了 他怎麼上課 我真的 你從外國帶話了對不對 為什麼 那我現在轉變什麼 現在上課了 這就是那個 那個 鋼琴 或是吉他 或者是大名吉他學音 音響 音響 他還要找人做一個蓋子 好 那個 在這邊是 他們有做個基因改造 他把大型的老鼠打到那個小型老鼠的收聽卵當中 結果怎麼樣 中型 他就變小了 中型 他可以變什麼 他確實可以變大隻 他身上簡卷 對 你說大型 對 他大型的老鼠 他就變大了 他確實會變大 然後他的生產基因 也可以在小老鼠身上就是去展現出來 你看好嗎 教授你還沒在上課 你人在哪裡 我人在這裡啊 我剛剛課聽到你說 他把小老鼠變大老鼠 因為他打那個生產基因啊 我都在接一課 不是生產基因 他把基因打進去 你之前有講那個 我又有把絕拼給他的牌子 沒有耶 我有什麼挑選 沒有 因為他就是跟那個 剛剛講到甲蟻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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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蟻 他會太冷的時候 他結霜會死掉 那現在他發現有些細菌 他本身有抵抗結霜的功能 他就把這個基因接到植物上面去 讓他的抵抗 這樣不是就跟細菌有合嗎 因為細菌就是只要擋那個結霜的那個 他其實他說 他又有老結冰的蛋白質 他會讓那個水噴子在他旁邊容易結冰 那結冰之後他反而容易造成這個什麼 讓這個植物 他是把細菌有一種蛋白質他容易結冰 他把結冰打在細菌身上 讓細菌跟他去繁殖 那這細菌之後他就會到 會攻擊植物的細菌裡面去 所以他容易結冰死掉 所以這個細菌在冷的時候 就先死掉了 細菌會死掉 不會有東西攻擊 不會去攻擊植物 蛤?蛤? 蛤? 蛤? 有 那你不遇規過 有 我們看一下 我那時候理解是這個樣子 可是這樣聽起來講起來有點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植物就要被洞成也不一定會生 那時候打耳洞 那時候改造過的細菌 那是正常細菌 競爭取代之 我小朋友也是打耳洞 打耳洞 因為在國中也是 他們覺得看到我的時候 很像壞小孩用我穿耳洞 然後現在看到 對 因為我之前都沒有感覺 打耳洞都是壞小孩 可是其實我也沒有不在耳洞 他真的很好奇 你沒有打右邊就好了 他左邊還可以 為什麼不一起打 我不想打 其實那樣只有痛你是真的 兩個一起打 很痛嗎 就跟打聲一樣 他的意思是說 正常寄生在植物體內的細菌 會知道這種蛋白質 這種蛋白質會誘導結冰 這是正常的細菌 然後他們去改造這個細菌 不會產出這種蛋白質 所以他就不容易結冰 這樣知道意思嗎 就是有一種細菌 他本來很容易 他會產出一種蛋白質 他這細菌寄生在植物裡面 他產生蛋白質 所以植物就是蛋白質 蛋白質就是細菌 蛋白質是一種蛋白質 這蛋白質他容易結冰 然後所以這個植物 因為他身上有這個蛋白質 所以他當那雙胎來的時候 他就容易結冰死掉 所以他就把這細菌改質 把這細菌的DNA改掉 讓他沒有辦法產出這種蛋白質 然後這蛋白質產生不出來之後 這被寄生的植物就不會有那種容易結冰的特性 他就不會死掉 植物結冰就會脆脆 那假設說你把蛋白質打到水裡面 他會不會很容易結冰 水裡面他蛋白質 那他有沒有辦法作用 應該是 應該是融為結冰這樣 比如說我們有些水 當他壓力夠大的時候他其實也不會結冰 你有看過一個實驗嗎 他把寶特廳拿去冰箱裡面冰 冰的時候他是穩定的降溫 穩定的降溫之下 他穩定的慢慢的 很慢慢的降溫 很慢慢的降溫 這水其實到-5度他還不會結冰 他那時候因為他沒有 這個都沒有冰晶 沒有那個結冰種 沒有種子 沒有種子的時候他不會結冰 所以在日本他們有做一個實驗 他們說 你譬如喝酒你要加冰塊對不對 你正常的冰塊 你放進去也要融化 所以他可能會融化冰會讓你酒 就沒有涼 而且酒會被淡掉 所以他們就是做一種冰塊 放進去很久才會融化 你說 鐵的冰塊 不是鐵的冰塊 鐵的冰塊是一種 這真的是冰塊 他做法是什麼 他是放在保麗龍和鐵冰 他先放在保麗龍 然後把水放到保麗龍裡面對不對 然後拿去冰庫裡面結冰的時候 因為那冰很難傳遞 能量很難散失啊 所以那個結冰的速度會變得很緩慢 會變得很緩慢的結晶 所以他還是結晶的 結晶之外他結構會特別硬 它結構會特別堅固 特別堅固 它是不容易融化 同樣的 今天我們一個水 你就想水在零度以下一定會結冰嗎 那這麼多水到底從哪邊開始結冰 中間 他從容易結晶那個點開始結晶 什麼樣的容易結晶那個點 就是中間 不一定啊 這叫做種子 我們現在結晶都是需要種子的 就是需要一個精種 那精種呢 就是它本身的結構讓它 水能復活 因為它本身有個吸引力 已經是把水都吸好了 所以當水一降呢 它就先結冰 那這個精種產生之後 它冰就可以從那邊開始附著 慢慢冰就會展現出來 那東西 所以這種蛋白質應該是很容易 跟水分子的清潔 已經把它抓好 抓好那邊等 所以當溫度降低的時候 它能夠往外長冰塊 那那那那那那 雪是長的跟這是雪花的樣子 所以當那雪花 為什麼它是長那樣子 因為它空氣中 它是從灰層長出來的 那是長那樣子 所以你們吃雪的 再吃灰層 那會有點灰層 請問你喝水 喝到為什麼 喝到 為什麼喝不到 因為我喝了會沉水 騙你的 你喝你也看不見而已 我跟你講 所以基本上 它都還是有一些雜質啊 主鍋只是說殺菌而已啊 主鍋只是說殺菌而已啊 雜質並不會這麼難 主鍋都沒有過 然後還 然後在你拿到嘴邊喝的時候 還不能讓那個 對啊 基本上你喝水 你說要喝到完全純淨沒有 吃到水沒有養分 那假設說 那假設說 你把那個 那個蛋白質 一直吸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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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確實在不用結冰 那這樣的話 為什麼那個什麼科學 要不把那個丟到北極就好了 北極就是冰塊美的嗎 不 它冰塊美它是因為天氣上 溫度上升 你溫度上升還是一樣 會不容易結冰啊 那你說什麼 看 看 就是不要結冰了 不要不結冰了 對 一定要結冰的方式 就是天氣啊 你氣溫下降才會結冰啊 你就知道這樣東西 你實際上改變那個結冰 結冰的溫度沒有改變太多了 你可能只有改變 也許差個零點幾度吧 對 對啊 對啊 這很多 因為一開始有冰種 它就會繼續結冰下去 冰種很重要 蛋白質算是它的冰種的一種 OK 嗨 嗨 好 你說 你說 所以如果它這個 它沒有 這個細菌就會 這個蛋白質是會一旦 水容易結冰 水圍繞在它周遭最結冰 對 因為水圍繞 它這樣寫說 靠近核菌的水分 能回到它旁邊 就是說 因為它本身 很容易抓住 氫 我不知道抓住氫 還是抓住氧 它能抓住它 抓到它的話 它就靠在一起 那它那個 就是 植物本身不是也有水嗎 有水 對 那這樣那個水應該還不會結冰 對 當然 我覺得這個東西影響應該是在於說 就是差了 可能差只有零點幾度到一度之間 一般人體內也有水 人體內也有水 那它怎麼會結冰 因為它事實上能量在補充 就是說 它在結冰的時候 你能量會給它去溶解 它是一個平衡狀態 所以你不能太冷太久 冷太久 你還是會凍傷 我們只會凍傷就是說 你譬如說 你的手在很低溫的地方 你來不及血液疏重 去讓它解溫 讓它那個解冰 所以它就一直冷 難道你血液不循環 就死掉了 它會凍傷 對啊 皮膚那個肉會死掉 那個肉會死掉 這樣 瓦斯 什麼 瓦斯 瓦斯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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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減低 因為減低溫度會加減 它瞬間 壓力降低的時候 它就會解冰 所以它下面有時候 就是拿瓦斯罐 所以它就壓一下 就中毒了 有些運動員 它不是運動傷害 那個防護員通常會拿那個噴霧罐 防護員通常拿它噴霧罐 它就直接在那個鈕上的地方噴一噴 它會讓你降溫啊 先把它動一下 噴了會涼涼,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是想辦法降溫 噴了涼涼有好幾種做法,一種是裝酒精 噴了涼涼,但如果說像那個 他們運動員的那個應該都是高壓空氣 剛剛空氣說加一些冷媒的東西 那你突然間溫體氣排到它就會降溫 降溫就會降溫,就會讓你降溫 那你的血液循環不會那麼好啊 你就不會腫起來啊 那酒精而已,那酒精 也有降溫效果 對啊,就是說基本上 對,我們一般來講 你可能在夏天你覺得熱 你想要讓它降溫嗎 噴酒精 噴酒精 噴酒精都超涼的 一般來講會用粉的容 你只有加水吧 這純酒精嗎 像是45度酒精 75度,75度是用來消毒用的 那個我們家有一種就是 它也是消毒用的 它也是消毒用的 沒有酒精 沒有酒精啊 沒有酒精啊 那是什麼 它是沒有酒精 不知道 灌個日本就高個氣 真的 它那個Merry超貴 就是湯 湯 湯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啊 反正它也許是綠的東西 應該不是綠 綠有毒吧 應該是 應該是 我覺得還是酒精啊 它真的不是酒精 不是酒精好不好 那酒精是 這個來幹嘛 一百度的 沒有辦法到一百度 什麼那一百度 酒精沒有辦法到百度 酒精 酒精很容易跟空氣 空氣中的水分結合 所以空氣中水分會容易溶住 會被吸下來 就是 你的酒精除非 你的酒精 除非完全在增空的狀況 就做出來嘛 在增空狀況 否則這個酒精 就是很容易跟空氣中水分 空氣中水分會溶進來 溶進來 溶進來就不是百分之百 我說酒是9.99 所以怎麼樣 可以幹嘛 可以幹嘛 以後要去酒就掛了 我不知道酒精可以幹嘛 酒精我知道有個做法 他們是說 譬如說 有些癌症 他現在做法是可以用酒精 把那個 那個癌細胞 把它類似燒死 會不會燒死 會不會燒死 因為你現在酒精就有殺菌效果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 只有 那邊酒精消失 可是你要知道癌細胞在哪裡 如果是乳癌 全部燒掉 同樣你要知道在哪裡 乳癌並不是整顆都是乳癌 你一定有一塊是乳癌 一般來講 不然全部切掉都是因為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整個切掉比較乾脆 啊如果吃蒜 那男人只切一塊這樣很多 對對對 如果你知道在哪裡 你可以 類似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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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有可能是什麼 36D 或36E 對不對 他可能因為乳癌 切掉一塊變36C 他變小 為什麼會變小 不是啊 可是這樣子不會 你們就不會以為男生不會得到 他兩個一起處理就好啦 兩個一起處理就好啦 兩個一起處理就好啦 所以把沒有的那邊也要割 如果你覺得平衡不平衡 那全部都用那個酒精香 小小小小就好了 酒精事實上 他是把你的細胞給殺掉 對 你切除也是用殺掉的意思 還是把它拿下來 可是你 你覺得你酒精燒 那塊肉還是 酒精之所以用酒精 是因為有些地方 你沒辦法切乾淨 或是不好處理 你平常他可能在神經旁邊 他不好處理 都可以用酒精慢慢點 慢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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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疊死 懂我意思嗎 那為什麼不這樣 那當然現在有些用雷射啦 他不一定是用酒精 那我王水好了 呵呵呵 呵呵呵 你怎麼在隨便亂講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你可能要用王水療程這樣 我們可以有啊 忙配好不好 王水療程 呵呵呵 你在那邊扭一塊 要用王水療程 我覺得應該骨頭都不切 對啊 王水其實 王水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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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處理蛋白質最好的工具 好 因為王水他自製出來 會發展出來 王水是用來融黃金的 黃金的 之前那個 金屬他融於 金屬融於 融於 融於 酸性融液 好像在講 融合力 但是 酸性融於可以融解金屬 像銀啊 金啊 就很難融解 不管用硝酸、硫酸、鹽酸 都很難 對黃金融解 所以就很發明出 就很匹配 我把一部分的硝酸 沒有硝酸 搬在一起 這樣可以把黃金融掉 他說這叫黃水 黃水 黃水要什麼裝 塑膠瓶嗎 塑膠瓶 還有特殊的 可以裝的玻璃瓶也有 塑膠瓶也有 塑膠瓶也有 塑膠其實很難用 塑膠 有些塑膠抗酸 有些塑膠抗鹼 那有些塑膠抗鹼 記得這個好像是 不知道法國 還是什麼 柯尼加在納策 那個攻擊的時候 把他 因為國家 那個黃金太快 太多了 帶不走 把它全部丟到那個 黃水裡面去 然後中在關子 這樣會比較好帶走嗎 沒有 他們就不帶走了 就大家不知道那什麼東西 不知道那什麼東西 反正龍血有些異質 然後就最後 這次納粒走回去的時候 他就把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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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知道 我可以聽過這個故事 他龍血之後可以再變回去 當然可以變回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幫他燒他 當然可以啊 是燒他嗎 不是啊 他就是 他一變的譬如說 假設是流川 變流川金嘛 或者是消散金嘛 小時候不會去買那個貓屋 不會啊 不會 那個 小時候我幫我媽媽去買那個 金幣 就是 什麼澳洲市上面就有那個 金幣巧克力 不是 這個金幣 我會去買嗎 沒有 你家都有錢啊 沒有 沒有 那個東西也不大 但是我沒那個經驗 對 是有認識這種東西 通常會這樣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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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會金幣 就是金幣 就是 有啦 有些他講 類似出紀念幣 有些人會出紀念幣 那紀念幣 那紀念幣確實是純金 像台灣也有啊 他過年的時候會出 譬如說 50元的金幣 喔 或是 或是出10元的銀幣 會出這種純金 不會純金吧 他純金啊 看沒有純金怎麼會有價值 真的要換換歪耶 他不是拿來那錢的啊 他就是發的 可能是你家發的 然後他是保存的啊 他是來給你花的 不是來給你花的啊 你要不要不要 50元買10元 然後用10元去買10元 蛤 那是要這樣子 我不是 欸 那如果說10元 記念幣可以存 沒有 那就是 沒有 那就是 沒有 那好無缺喔 我爸靠 這絕對不存的 狗可能不會咬 就存下去了吧 對啊 但是 對啦 一般來講 腦筋確實可以再體驗 但是如果說 譬如像皮膚啊 也是好玩的 你要處理皮膚用什麼 比較好處理你知道嗎 蛀 用鹼 用清涼化就可以了 所以清涼化 譬如像我們現在 一般來講 像那個通排水孔啊 因為我們洗澡後 有些皮屑 頭髮會卡進去嘛 卡進去之後他就會 因為有些皮屑 身長皮屑 在那個排水孔 脂肪的東西啊 有些蛋白質 脂肪的東西 它會黏在一起 所以它會卡在水管裡面 它這種排水就不良 這時候一般來講 你會買通熱有沒有 通熱裡面什麼稱 威猛先生 就剪啊 其他裡面就是一些 那個像是清涼化納 或是甚至有些清涼化納的 難怪這種東西要洗濕 好像有一些來稱之外 你這牌是比較好用 猛毒問題 可能是因為你本身是 那個什麼 酸性 酸性體質我不知道 對啊 然後就是剪中的 欸不對你本身就是剪 然後剪了就沒辦法弄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沒有用剪中的 有些效果不好 有些效果不好 是因為 因為他 譬如說頭髮比較長 你頭髮比較長 他可能 卡的比較 就是比較複雜 那結構比較複雜 對啊 頭髮可以用什麼都一樣 蛋白質 酸 黃水 就是我剛剛講 千萬那 千萬那這個融化納 用黃水就好啊 這樣剪下去就所有都不見了 我們以前 以前我帶那個 以前在國中那邊 我以前在任務那邊 帶過的時間 就是真的是 我們就 大家講說到底酸跟鹼來的比較好 我們就做些 我已經把頭髮 放在背景 燒背裡面對不對 那一邊就 用泡鹽酸 一邊泡那個 青藍花納容易 然後那個青藍花納容易 然後那個青藍花納靠 你就看到那個 頭髮變很細 變得很細 那就不見了 就你可以看到是融化啦 他就有融化 所以融化之後他會變什麼 黑的嗎 顏色會有點 有點深色 沒有到完全黑 就會有點深色 那另外一個咧 另外一個沒有改變 對啊沒有改變 所以 所以這教我們 面師的時候 沒有買青藍花納 青藍花納 確實當在做那個 皮革工廠 摔地死 剛剛那個皮革工廠 確實是用青藍花納 那我會對這個 有特別的印象 是因為那時候看那個 CSI 有沒有看到CSI嗎 CSI 犯罪現場 犯罪現場 Miami的皮 沒有越來越好看 犯罪現場裡面有一集 他確實要毀濕的時候 他就確實把那個 黃水 青藍花納的皮 他們沒有黃水 他們是製造嗎 沒有 黃水比較壞 黃水這種金屬的 除非是乾水 蛋白質 可是他不然是可以的 效果不好 曾經有一個新聞 就有一個 在台灣南部 一個女生 她把她的情藍給殺了 她就很黃水 結果沒辦法處理 她是留在現場 好 謝謝 但是你就算青藍花納 要一段時間 也是要一段時間 不是馬上就融掉 要一段時間 她用那麼大模式 大規模式 早上她早上裡面 下一個藥就好了 你身上最有效果的 絕不是黃水 不是淡 不是青藍花納 不過最藍花納應該是 像肉骨感菌 肉骨感菌 對 她就把你的肌肉給吃掉 就像韋傻王一樣 她用一點糖 那你私底就化掉 化濕水 真的嗎 她會吃蛋白質啊 你好像跟你開玩笑一樣 像蜘蛛 蜘蛛怎麼吃她的 譬如我看過那個蜘蛛吃壁骨 她怎麼吃壁骨 肉骨感菌 她會 她會 塗一點那個蛋白酵素 蛋白酵素 如果蜘蛛蜘蛛知道哪一個 哪一條線有黏 哪一條線沒有那個 她好像只有那個 橫的是黏的 對 橫的是黏的 重的是不黏的 那她會踩 會踩 踩好 所以她可能還是會被自己黏到 有可能會被黏到 不小心還是會黏到 你蜘蛛蜂痛 那為什麼人家 她可能要打露骨感菌 肉骨感菌是一部分 她會讓你的 可是聽說打露骨感菌 後一陣很恐怖 是因為 打太多的時候她 因為她降個眼睛 等一下 可是打露骨感菌是有什麼好處 她會讓你的皮膚比較緊 那比較好 我不清楚耶 可是肉骨感菌 因為拉皮就是要手術啊 那是要瘦臉 這類的那種 瘦臉 是要瘦臉 把這裡的雞肉吃掉 吃掉 蛋白質吃掉 對啊 我覺得我臉也很好 不用打 對啊 一般來講 我會覺得 用酵素應該是比較有效的 好 所以這是 就是 我們剛剛討論那一半 就是她沒有講 到底基因改造食品 到底可不可以吃啊 可以 可以 手吃 為什麼她覺得不好 不好 很多人覺得不好 因為她 不是原的 不是原的 對 很多人的說法說 因為她 不夠天然 第一個不夠天然 第二個是因為她沒經過 就700年的演化 你不知道這東西到底有什麼樣的壞處 不知道吃了會怎麼改變 這跟眼睛去做會測試 所以基因改造食品沒有實際上的不好 只是她們覺得可能會不好 對 目前來講沒有看到真正的不好 現在她們一直在找一些 找一些例子 說吃基因改造食品 所以導致癌症 吃基因改造食品 實際上那些數據都不夠 就是你不夠準 不夠久 那個誰 李嘉宏跟韋剛 他們都放了這基因的標誌 對啊 實際上沒有錯 很多人反對啦 很多人反對 可是基因改造食品 目前來講 確實他 他已經就是救了很多人 無所不在 無所不在 救了很多人 因為食物不夠啊 你今天如果把食物照顧好 可以產量多一點 你知道更多人吃到食物嗎 對啊 對啊 可以救了很多人 食物很貴啊 今天比較熱 我今天改造食品不出來 玉米或者是大豆沒有出來 事實上可能現在目前大豆跟玉米 不會這麼便宜啊 我說國際流通的價格 不會這麼便宜啊 你不會這麼便宜的情況是這樣 對啊 那就很多人餓死了 對啊 可能現在一杯豆 現在不是15塊 他有沒有很多的煎炒 一整天啊 所以送去非洲就吃 只有大豆跟玉米 這是什麼東西啊 不是這是大宗啊 大宗 大宗 最多的 他們是怎麼吃啊 大宗會送到非洲 好爽耶 這主要的食物啊 他們怎麼吃啊 不是 實際上這是拍幾下 我們舉個例好了 因為在台灣我們應該吃大豆 因為吃玉米 所以我們的米是不會吃少一點 嗯 你懂我意思 米吃少一點米就會便宜嗎 這就便宜 那你譬如假如現在大豆跟玉米都貴 你是不是會多吃一點米 沒有我很好奇 為什麼可以知道米怎麼吃 那些大豆 他們也許不是吃大豆 他們也許吃別的東西 就不知道 只是說這整個地球 我們以整體來考量 然後比這邊食物充足了 你的價錢便宜了 這邊就不用出口到這裡來 譬如假設我現在因為很貴 我需要什麼國外進口 非洲本來有些食物可以吃 結果他的食物被賣到別的地方去了 他就沒有食物可以吃啊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食物的排擠問題 你當這邊食物充足了 他就不需要進口 這邊食物就不需要消出去 他就可以賣給這邊 或者是這邊的食物就不會賣出去 所以他本地的食物就還在 他這個東西可以吃啊 懂我意思嗎 哈囉 所以這是排體效應 所以基本上 這些還是有幫助 那你說 像我上次看一個 我們請那個國醫生 他們做那個食物報告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基因改造食物 他們就介紹說 他就有個報導 也在反對基因改造食物 他說像印度啊 很多人因為種基因改造食物 就導致那些種傳統食物 很活不下去 因為他的食物長得不漂亮 第一個 你基因改造食物 你可能有些抗蟲害 我傳統的食物沒有抗蟲害 所以我長不漂亮 所以我這樣賣得不好 第二個是 一般來講基因改造食物 他種子都被那什麼 有個很有名的那個 基因改造食物的農場 那工廠叫什麼 公司 叫做三都那 不是歐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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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公拉 也是什麼都的 還是 你們沒聽過 沒有 基因改造 公廠 是不是寄語耶 公司 孟山都 孟山都 孟山都目前來講 是全世界提供基因改造食品 最多的 所以他說 因為印度啊 後來都改動基因改造食品 因為傳統的都活不下去 改動基因改造食品 結果都被這個孟山都公司剝削 所以他們也沒有賺到錢 但是 這東西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這個說法也是我覺得比較片面的 就是說 假設你確實種這個食物 你可以長得很好 你一定可以 多少賺那一點錢 當然孟山都一定會賺錢 但是你多少賺那錢 我怎麼幹嘛種呢 聽說他們是不能留種子 他們不給你種子 沒有 他們是給你種子 就是你不能自己施產 對啦 你施產就是 你如果用你自己生出來的 樹的種子去種 第一個 種不出來 種不好 可能種沒有很好 因為吃它是育種出來的 它是無性生殖出來的 所以每個的品質都一致 你自己長出來去雜交完之後 出來的東西 你的品質跟它不一樣 你不見得會比較好 不見得比較好 但是你就用東西種了 你吃它效果不好 你為什麼自己種 你就跟它買就好了 其實我們最近 最近我太太在 我們有去跟他借一塊小塊的地 在那邊種菜 等一下凱俊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又沒事幹了是嗎 我沒有沒事幹 我讀完了 OK 好 他們那個 我們去找個小 一塊地在蓋 那我們一開始 我太太也是買 用種子玉米 玉米完之後再種 所以你改造了嗎 不是啊 我們就種那個 種白菜 還有種那個什麼 香菜 所以那種 喔香菜 對 然後但是那個苗 你是隨便丟水便長 對 是這樣講沒有錯 可是那個苗很小 那有一天 因為我們要回台中有三十天 沒辦法再 沒有人照顧 因為苗很想要天天澆水 你沒辦法澆水 我太太想要 那乾脆種到那個 土裡面去它比較有辦法 就是水比較多 水比較多 唉 種都沒有活啊 那該什麼 隨便丟 隨便 對 就是 就是 但是你可能 那你也太信了吧 不知道 那就是 我們就沒有那麼順利 然後 然後後來太太剛才買那個苗 去買苗回來種 買苗 像買那個 買那個高麗菜的苗來種 欸就長得還不錯 所以苗嘛 一顆苗三塊錢 或五塊錢 你種子很便宜嘛 三塊五塊買一堆種子 可是買種子 你要自己育種到好 那是讓你從花時間成本 你還不如就直接買三塊五塊的苗 對 後來我們在跟隔壁 隔壁在種的人在聊天嘛 他說 那買苗就好 買苗很快 像買玉米的苗 買什麼苗 一顆玉米苗 可能三塊錢 兩塊錢 對 種成一顆 這樣子那些賣苗 到底很快 沒有人家看 全地那麼大 他跟你買一萬顆苗 對啊 事實上 很多時候是讓人家請買苗 因為苗很輕 就已經看到苗長出來了 你用種子去域 不見他會域得出來 整個男生都好幾十萬 對 你說孟貝都他們種的是賣種子 所以他就要想辦法 而且台灣田地人那麼多 好 那種話很大 OK 斷式 今天到這邊 禮拜五 禮拜五 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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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禮拜五 禮拜五開始 我要看到你們第一份 至少報告的鋼腰出來 不要 不要 沒有不要不要的 就是要做 那個鋼腰至少要出來 然後接下來每個禮拜 我看到至少能夠長出 200個字 我們剩下四個禮拜 好不好 剩四個禮拜 對 我跟你講 你們都有學分限制的 你們都有學分限制的 這邊只有之前沒有 都不要 為什麼 因為之前沒有學分 話說我之前 有幾個 趕快上課就補起來 學分可以補回來 你有教過的就補回來 所以我上一個課就兩個課 有兩個學分啊 我是說 這學幾個跟上學 上學幾個 我上學幾個 上學幾個沒辦法補你啊 但是沒有 他的必修學分沒有很多 那個 那個 那個高中的必修學分沒有很多 所以 學學幾個 學校不一樣嗎 他 我們必修104 他是普通高中 我太清楚了 必修104 所以我是學幾個 那對啊 那我們學幾個 那比較合約 我聽到沒那麼多 真的假的 我們超多的 我也是 有學幾個同學 你們作為一定要加碼 沒有學幾個也是要加碼 沒有學幾個也是要加碼 我五顆 我超補一下五顆 我超補一下五顆 欸 郭文書設置 我們是學園園園園園的地方 對 這個有那個 用粉超進去 就這樣裝飽 然後就旁邊再去 對 那個人跟哪個 對 那你別認識了 那那個 那那個 他也認識了 那那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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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那個 那那個 是那個嗎 那個 鎮宇幫我關一下攝影機 那是一個 歐拉 我不認識耶 歐拉的 那是投影機 幫我關一下攝影機 那是投影機 那是投影機